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今天又來到地勤有懷疑 我今天想分享的主題就是關於買機票 相信大家現在都是在網上買機票或者在旅行社買機票 其實買機票都有很多不同的重要事項要留意 今天就想跟大家分享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我們現在就開始吧 第一個重點就是一定要把你的機票刷出來 變成一個Hard Copy 而不是拿著E-Mail或者Screen Cap 如果你是台北,你知道香港台北的飛機是差不多密過巴士 所以有時候可能是4.3有一隻,4.9有一隻 5.3有一隻的話 我不知道或者你自己都不肯定你是搭哪一班 總之就是下午4點來5點那班 那你有一張Itinerary,大家都會非常清晰 那你會問,我給你一個E-Mail,你看就可以了 但是有時候你在外國,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剛好就是上不了網 我開不上E-Mail,我們就什麼都看不到 所以你拿著一張Print out hard copy的機票的話 是一件非常穩陣,非常實在的事 第二,就是關於買機票的來源 我知道現在上網有很多不同的網站 有很多不同的優惠買機票 去同一個地方,同一班機,同一日都好 都會在海鮮隔離的 我自己是比較常喜歡在航空公司的官網買機票 而不是去一些outsource的網站買機票的 很多這些地方買的機票,有問題 真的這麼幸運 可能大家買過十次八次都沒有問題 但是最怕就是一有問題的時候 我們試過一張機票開不了 其實他們只是做了預約,但沒有開票的話 那就糟糕了 因為你們搭飛機其實很少在星期一至五朝九晚六 這段時間去搭 很多時候都是很早的機,或者很晚的機 甚至是假期才上機的話 這些買機票的網站,他們的office就沒有開 如果那張機票有什麼事,作為地勤其實是愛莫能助的 因為航空公司是不會理會的 你那張機票在哪裏出呢,在哪裏買呢 就要找他們去幫你解決這些以上的問題 所以其實很多時候都非常非常麻煩 但如果你那張機票是在官網買的 大部份的航空公司在機場都會有票務部 可以直接去票務部看看發生什麼問題 然後去解決這件事 所以在官網買機票雖然是貴的 但如果發生問題起上來 其實是容易解決問題很多的 第三點,買機票的時候 記得要留意一下機票他們不同的限制 我明白大家去買機票最著重的東西 一定是價錢的 但大家都要知道 越便宜的機票他們是越多限制的 有一件事就叫做Flight Date Show 那張機票上面的限制 會寫著這一行的話 代表著什麼呢 就是如果那張機票不是這班航班 不是這個日子就會作廢 通常大家都不會怎樣去改任航飛機 但是有時候真的預計不到 有什麼突發事情或者不舒服 或者你是塞車遲到買東西買得太厲害 遲了的話 如果你拿著那張是Flight Date Show的機票 就什麼都不能改了 但如果不是這種機票 其實都有很多不同的限制 究竟機票如果有什麼事要改的話 要加多少錢呢 其實全部都可以看到的 你買機票的時候 然後都可以看到可不可以改得 或者是改的時候要加多少錢 那些東西其實大家都一定要留意的 不要盲中的買一張機票 什麼都不知道 要提清楚這件事 第四件事我覺得都很重要的 就是關於一件事叫做Code Share Code Share的意思就是聯應航班 很多不同航空公司 其實他們都可以買到同一隻飛機的機票 但是飛機只是屬於一間航空公司 所以你買飛機票的時候 有機會不知道自己買的 原來不是航空公司的飛機 讓我先講一個例子 例如我想去日本 我打算搭日航的 我在日航的網上 就想找一群JL1234的航班 哇 時間很適合我 但是下面小隻字 可能寫著Operate by Cafe Pacific 為什麼呢 就是它的航班編號是JL1234 但是它其實是國泰的CX533 去東京的 那隻飛機、空車、餐、服務 全部都是國泰提供 純粹我是買了一個聯應航班 JL日航的 那這件事可能關乎個人適合 甚至乎他們入住的卡路 他們入住的櫃桌距離差很遠 在趕急的情況下 真的要跑過去 不知道頭不知道路的話 是很嚴重的 那這件事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 好了 到第五點 就是你們買機票的時候 要順序用SETA 如果你中間跳過SETA 整張機票就作費用不了 例如我買了一套機票 香港去上海然後上海回來香港 一隻買的 某些原因我沒有用到第一程 我搭了高鐵去上海 如果你想用這張機票 由上海回來香港 是用不了的 這個大家都是要留意的 然後最後一點 就是大家買機票的時候 記得要買回程機票 除非你是有讀書的Visa 或者Working Visa 甚至乎你是那邊的居民 如果不是一個國家 當你是一個遊客的話 你不拿著回程機票 為什麼呢? 其實地勤幫你Check-in的時候 在System會看到那個國家 究竟他要求你拿著什麼 才會給你上機 很多時候國家都會要求 你要有Return Ticket 有回程機票 其實我不是要你 一定有張機票證明你會回來香港 但是你一定要有機票 或者是一個船票 或者是一個火車票證明你會離開這個國家 這樣就可以了 或者有些人去上船 上郵輪的話 都是帶回那些船票去做證明 那些itinerary 這樣就可以順利去Check-in了 好啦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了一些買機票要留意的事項 或者是機票一些細節位的 希望大家喜歡這次的影片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按LIKE 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禮拜都會上傳兩條新片 逢星期六間週三點和星期日 十二點 好啦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啦 Bye Bye